Yo!各位小伙伴,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川崎老师机,龙麦山人 那么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咱们的那个教程方面的视频了 正好最近Adobe更新了它的CAMERA RAW 为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的全新功能 包括AI降噪 然后增强脸部的毛发和衣物 然后支持一些新的相机和镜头 还有一些其他的增强 那么对于我们拍摄星空来讲的话 最有用的就是这个AI增强降噪 那么今天正好借着之前我在乐山大瓦山拍摄的一个银河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AI降噪的新功能的效果 那么我们现在打开我们在乐山大瓦山拍摄的这张银河 那么大瓦山它是世界的第二高桌山 仅次于南美洲的那个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对这张照片进行一个处理 首先我们调整一下它的白平衡 至于怎么调整白平衡的话 我之前有一个视频给大家分享过 可以去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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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降噪的 我们可以看到对比之前的话这个地方多了一个选项也就是这个减少杂射这个减少杂射的话就是我们的AI降噪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说明就是我们使用AI减少杂射将结果保存为新的DNG格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的周边都有非常明显的彩照 那么我们现在来试一试这个AI降噪它的效果 我们点击这个去杂射 我们通过这个预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这是为点击去杂射的然后我们点击去杂射然后我们点击增强 由于它这个AI运算是非常厚硬件资源的所以说我们的处理时间的话跟我们的硬件资源有很大的关系你的电脑越好它处理的越快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张图的对比 这张是我们处理过后的 这张是我们处理之前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彩照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 然后我们再大概处理一下我们的这个图吧 我们点着天空蒙满 然后对它的天空做一个对比度的调整 增强我们的银河的对比度 然后稍微给它加一点高光 然后把我们的黑色降一点 那么我们的这个对比度更强 然后稍微给它加一点饱和度 然后我们修正一下镜头的纸边 然后我们修正一下镜头的纸边 然后我们现在来放大看一看 然后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我们的整个图片的质量有了非常大的提示 那么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Adobe Camera Raw 15.3的最新的AI降噪功能 希望在未来的图片处理当中能给大家一点参考 请大家多多一键三连 那么今天我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 好不好 谢谢大家